主料,苦瓜100克,杏仁50克,辅量,盐,味精,香油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苦瓜一条齿而洗净,杏仁少许洗净,伤沸水,把苦瓜煎好后倒入沸水中,再把杏仁也倒入一起吞水,水费2分钟左右即可,时间不要太长,不然口感不脆,把苦瓜熬起后投入冰水中放凉, 保持鲜绿水呢,凉透的苦瓜沥水后加入杏仁,放入盐,芝麻油,味精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其实夏天常吃点苦瓜很有好处,苦瓜呀,它具有清日吃薯,明目解肚,滤溜凉血,强劳精心之功效,并主治重薯,薯药反渴,薯煎,肥肥过多,目吃肿痛,臭肿单独,烧烫伤,少药等病症, 今天,咱就来一个凉拌苦瓜,不对来一个凉拌杏仁苦瓜,因为冰箱里还有少许杏仁,今天也一定吃了吧,杏仁可是好冬冬哦,杏仁能只可听传,非常通便,杏仁还有美容功效,能促进皮肤微循环,使皮肤红润光泽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